竹筍炒肉絲 配飯啊 真的是無可挑剔的 吃一下我們的孫子 好 又吹又甜 哇 入味 這個簡燈哥做菜 讓你送我變得很簡單 我們今天要來做一樓 簡燈哥啊 只要去餐廳 基本上都會點他來配飯 這個東西也是我小時候 非常喜歡吃的 因為我阿嬤都會炒 這東西給我吃 就是這樣 竹筍炒肉絲 這個東西配上飯 你假批在三碗 好 別忘了說 請安哥趕快來教你 如何炒出脆又甜的竹筍 好 首先我們準備的肉絲 要先醃湯 來 開火一下 上熱鍋 來 我們肉絲下 然後下個兩湯匙的醬油 菜白粉來 全下 來 我們加一點水 來 OK 這時候我們的鍋子也熱了 準備炒我們的肉絲 來 鹿油 來 我們熱鍋 來 下我們的肉絲 好 炒成金黃色 來 我們先炒 好 放旁邊 來 繼續 熱鍋轉過來 再補油 好 放旁邊 把我們的筍子炒掉 來 把水分炒掉 來 把水分炒掉 炒好湯 把筍子的香味炒出來 來 我們買個筍子 你要方便 我們直接買熟的就好了 如果你買生的 未來還要過水還要燙 我們直接買熟的就要切 這樣比較方便 哇 筍子的味道都炒了 好 稍微炒一下 再來下我們的爆香料 蔥 還有我們的蒜 哇 蒜頭皮都炒出來了 再來 好 加入我們的豆瓣醬 來 炒個色澤 好 來 再來 肉絲放下去 來 OK 加入我們的糖胡椒還有鹽巴 來 OK 加入我們的糖胡椒還有鹽巴 好 稍微的加一點醬油 再來 加一點水下去 來 最後加上我們的辣椒還有我們的蔥段 好 稍微的 差不多 OK 來 我們的會快炒 竹筍炒肉絲 完成 剪大哥的美味四次時間 來啦 這個筍阿炒肉絲阿 配飯阿 真是無可挑剔的 來 看看我們的孫子 好 又脆又甜 哇 很入味 肉絲有跟妳講阿 超嫩 要不然那孫子很厚 這樣比較有口感 自己要吃的沒關係 再來 很多人一定會說 阿孫子是要用青的嗎 燙的嗎 我還說我們 這是簡單化嘛 直接到全聯阿這種通路阿 買熟的 你都要去吃切片就好了 你若是有青的孫子 你要煮的話 你就必須先忍水下去煮孫子 煮得滾起來 這樣他會把那個孫子的口味泡掉 那再來記得孫子要逆輪切啦 知道嗎 OK 我們的煮孫炒肉絲完成